仔细看这个长相酷似花蕾的神秘生物 居然跟人类一样正在均匀的呼吸 这时一个电源发现了它上前观察 突然神秘生物嘴里吐出一堆白色液体 电源受到攻击倒地痛苦不堪 可等它再爬起来的时候 电源就变成了一只嗜血的丧尸 大家好 今天带来一部最新刚上映的丧尸电影 黑色星期五 废话不多说 正片走起 故事发生在一家连锁玩具店 今天是美国商场顶级促销节日 黑色星期五 在这一天全美大型商场都会打着促销 而每当有重大节日 电源总是最忙的 对于感恩节后一天的工作 大家心里或多或少都有些不满 而我们的男主杰克也是如此 他才将两个女儿送到前妻家后 回去就去接着自己有杰癖的同事克里斯 赶赴玩具店准备接下来的大促销 来到玩具店 其他同事均已到场叙事待发 杰克却不紧不慢地来到柜台 与自己的老相好玛丽亚打起骂俏 通过店里的电视机播放的新闻 看出外面似乎是爆发了一场危机 警察呼吁市民尽量待在家中不要外出 市民们却对此不以为然 此刻玩具店门口已经排起长龙 顾客们开始摩拳擦掌 就等店铺开门一用而上 这时玩具店的内部也准备完毕迎接客人 在这之前玩具店长召集员工开会 部署接下来的促销活动 以及给众人打鸡血划大饼 让他们有充足的干劲 因为收银人数不足 所以克里斯被安排到收银工作 一切准备就绪 把随着老白的一声令下 玩具店大门开启 顾客们蜂拥而至 一股脑冲了进来 克里斯在结账时遇到了难题 自己的收款机沾上了果酱 这对于有洁癖的克里斯来说 是绝对下不去手的 很快他的行为引起顾客的不满 投诉到店长那里 最终克里斯被赶出收银台 前去打扫卫生 刚才有人吐了一地 而玛丽亚这边在工作期间 发现顾客之中有些人很奇怪 他们面色惨白 眼神呆滞 仿佛是得了大病一样 玛丽亚心里隐隐约约 感觉到不对劲 克里斯拿着清洁工具 来到那摊呕吐物前 打算硬着头皮清理 突然旁边一个行为怪异的男人 朝他扑了过来 克里斯眼疾手快 拉倒货架将其压在下面 不料刚解决完男人 克里斯身后又扑上了一个奇怪的女人 这个时候的克里斯爆发出洪荒之力 蹲起沙袋将其打晕 店员老黑听到动静赶来 看着眼前的情况一脸的吃惊 连忙质问克里斯在干什么 突发店员伤人事件 老白临时决定先把顾客赶出去 解决完现场情况 再重新选择开门 最后克里斯被绑起来关在仓库 不管他如何解释 刚才自己遇到的情况 大家都不相信 于是克里斯让他们调取监控 众人却觉得没有必要 克里斯都快要崩溃了 此刻仓库外面商场里 新员工胡子哥奉命驱赶顾客 遇到一个女顾客正蹲在地上 不知道在吃什么 胡子哥上前询问情况 结果对方扭头便攻击他 女顾客满脸笼包恐怖至极 事发突然胡子哥没有反应过来 就让他摁到小推车上 还被他吐了一脸的神秘液体 多亏杰克听到动静 急时赶过来 一滑板打晕女顾客 救下胡子哥 将他带到仓库 杰克向众人说明刚才发生的情况 结果也是一样没有人相信 直到胡子哥发生变异 以一种特别诡异的姿态 扭曲着身躯爬起来 大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只见胡子哥嘴里吐出一种白色液体 当场刺穿了女同事的喉咙 胡子哥还想继续攻击杰克等人 却被老黑用射钉枪打跑 胡子哥一走 竟然赶紧打电话报警 发现根本打不进去 一直处于战线状态 卑鄙无奈 老白只好打电话 给其他玩具分店寻求帮助 却听到对面混乱的声音 对方语速急促 表示自己家顾客都疯了 劝告老白赶紧关门 无论如何不要让他们进来 更不要让其聚集 他们仿佛是在建造什么 老白听完刚要问发生了什么 对面传来一声惨叫就没了动静 事情发展到这儿 有人提议开车离开 老黑却认为这是不明智的选择 毕竟外面什么情况 他们还不知道 贸然出去很容易遇到危险 倒不如把玩具店锁上门 带在里面安全 就在众人商讨解决方案时 之前被胡子哥攻击的女同事 突然站了起来 吓了几人跑出仓库 可等几人一出来 立马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惊到 商场里到处都是顾客 货架横七处八的倒在地上 现场情况一片狼藉 很显然这些顾客 是顺着后门员工通道进来的 军人出身的老黑 见此情况选择分头行动 杰克带着玛利亚 以及老员工梅姨 穿过后厅前往办公室躲避 自己则带着其余人 去员工通道侦查 老白怂的一批 迟意要跟着杰克去办公室 他们一路奔逃成功抵达办公室 而老黑克里斯 店长胖哥躲避着顾客 往员工通道方向移动 虽然过程一波三折 但好在三人是顺利抵达 员工通道出口 将门关上阻止更多的顾客进来 办公室里杰克与老白 去卫生间解决生理需求 留下来的玛利亚 通过监控看到外面的顾客 不停地往一个地方聚集 这让她产生了好奇心 不顾梅姨的阻拦 执意出门查看 发现了惊人的一幕 变异的顾客居然正在跟母体融合 而这个母体就是开头说到的 那个神秘生物 杰克这边在厕所里 遇到了一个发生变异的男顾客 对方身材高大力大无穷 上来就要啃食杰克 杰克这小身板根本难以招架 被顾客死死摁在地上 想要跟他融合 危机关头老白赶来 在两人合力之下 才勉强将变异的顾客制服 随后两人回到商场里 发现变异的顾客消失了 他们都已经跟母体融合了 但在商场外 却围了越来越多 想要跟母体融合的顾客 就在几人商讨 该如何是好之际 一辆警车从远处驶来 门口的梅姨误以为是来了救行 没曾想 警车却失控 撞破落地窗 冲进商场 很明显 车里的警察也受到攻击 发生了变异 梅姨被汽车撞死归了心 下一秒 其他变异的顾客们 蜂拥而至 扑进玩具店 老黑几人被吓得独路而逃 慌乱中 几人意外跑散 逃跑路上 克里斯被突然出现的顾客扑倒 为了能好毒一点 接下来 变异的顾客 统一用丧尸来代替 克里斯眼看就要命丧于此 跑在前面的老黑折返回来 将他救下 老黑掩护 克里斯先走 自己留下来店后 却不想丧尸越来越多 最终老黑双拳 男弟四手 连盒饭 克里斯则一路不要命的疯跑 十分幸运的与其他人会合 众人躲在仓库里商讨对策 大家一直决定 不能坐以待毙 这时捷克想起 刚才自己看到 后门外有一辆卡车 可以借助他逃出玩具店 最后几人开始忙活起来 寻找开门工具 没想到一只丧尸突然冒了出来 吓得大家手忙脚乱 只有捷克一人相对冷静 一个剑步冲上去 与其缠斗起来 很怪众人反应过来 也迅速前来帮忙 齐心合力之下 他们成功打倒丧尸 救出捷克 可遗憾的是 捷克在刚才搏斗的过程中 好像被丧尸咬伤 手臂上出现伤口 不久就会发生变异 他不想连累玛利亚跟同事们 因此选择留下来 让其他人离开 虽然大家纵有不舍 却也无计可施 只能选择转身离去 打开后门 发现卡车正好堵住后门 他们需要从车厢钻出去 然后前往驾驶舱 开车离开 克里斯勇敢地接过重任 顺着车厢的通风口 爬到外面 可等那一坐到驾驶舱 克里斯蒙圈了 他不会开这种卡车 无奈只能远路返回 寻求帮助 另一边 捷克等了很久 都没有发生变异 仔细观察伤口后发现 那并不是被丧尸咬伤 只是在搏斗过程中的擦伤 可还没等捷克高兴太久 一直丧尸冲进仓库 他发挥人类的聪明才智 跟丧尸玩起了躲猫猫 途中还放了一把大火 准备烧死所有丧尸 而躲在车厢里的玛利亚等人 情况也不乐观 正遭到丧尸的疯狂攻击 原来是克里斯爬过来的时候 被丧尸看到 眼看车厢就要坚持不住 他们只能重新回到仓库 一路逃到天台 身后丧尸追来 老白为了保护几人 最终沦为丧尸的食物 此刻丧尸的母体 已经变得十分巨大 有一种要撑破商场的感觉 而且大火已经蔓延上来 这时玛利亚和胖哥发现 楼下有一辆垃圾车 两人没有丝毫有欲 跳了下去 克里斯健壮 犹豫思考了半天 才鼓起勇气 一跃而下 三人本打算逃离 可以转头发现 丧尸母体居然站了起来 从外表上看 是一只由顾客们融合而成的 丑陋巨型怪兽 胖哥也一脸吃惊的站了起来 结果被怪兽看到 一掌拍飞 玛利亚和克里斯顿时看啥了眼 就在两人不知所措之时 摆脱了丧尸的捷克 从商场里跑了出来 捷克计划开车 带两人离开 可惜 汽车放在商场南边的停车场 必须要消灭怪兽 才能顺利跑过去 克里斯心生一记 他驾驶铲车出现在怪兽面前 怪兽看到他后 随即吐出白色液体 缠住铲车 要将其吸过去 克里斯在最后时刻跳下车 铲车结结实实地插在怪兽嘴里 顿时鲜血直流 然后 然后怪兽折腾了一会儿 就自己倒下 在大火中淋了河饭 忙活了一个多小时 只为亮相这几分钟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于怪兽的由来 导演没有给出 个人感觉它应该是外形生物 好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近些年来 好莱坞恐怖片 随着分级制度的逐线完善 以及数十年惊悚效果 与观众心理承受底线的不断磨合 如今的恐怖电影 在对情节和血腥镜头上 把握的都恰到好处 可以让观众在心理上 忐忑不安 而又没有惊吓过度 本片一时如此 虽然剧情上有着不少漏洞 但整体效果还算不错 喜欢的小伙伴还是值得一看哦